12日下午,香港警务处副处长邓炳强在新闻发布会上称,11日利用情报主导方式,在铜锣湾拘捕了15名核心暴徒,并查获相关证据。 据香港文汇报13日披露,在这次的击步行动中,警方使出卧底战术,出动变装速龙打入对方阵营,重挫暴徒行动,有暴徒随后在网上自言行动惨败。 据香港文汇报13日报道,过去数周,香港社会被非法示威和暴力冲击笼罩,香港多地区发生不同程度的包括非法集会、包围警署、袭击警员、堵塞交通等严重违法行为。 11日,暴徒故技重施。在粉红兵团的带领下,兵分多路在全港作乱,四处围堵道路大搞破坏,并企图利用港铁便捷和人多掩护。 拖散警力,报道称,这个粉红兵团因大部分人员,戴粉红色防烟面具的名,在暴徒内最勇武,且装备最有杀伤力,往往二三十人一队。 由组织有预谋地带领其他暴徒行动,针对暴徒发动的这起行动,香港警方使出卧底战术,派出变装警员分散混入不同的暴徒小队内搜证,兵分多路追踪暴徒下落,锁定追捕带领暴力冲突的兵头。 协助警方分兵追击,香港警务处副处长邓炳强12日表示,在这次行动中,单是在铜锣湾警方便一举勤获了15名暴力冲突的骨干,并减获了压叉,钢珠及激光枪等武器。 随后,有暴徒在网上讨论区自言活动惨败,声称不知为何,警方往往都能抢先在港铁站实施封堵,各个港铁站都封死晒。 怀疑有内鬼通风报信,但他们不知道,这其实是警方部署的情报网在发挥作用。 文汇报报道称,警察出动便衣骑兵战术,使得暴徒行动遭受重挫,一些纵暴媒体竟借机向警方泼污水,指责警方违反指引,企图污蔑抵警员煽动示威者参与破坏。 在警方进行拘捕行动时,死缠烂打的质疑探员身份,包括未有展示委认证,办示威者故意制造事端冲突等。 还有暴徒扬言要发动文宣阻,将过往暴力冲突和破坏全部入晒警方术。 对此,警方回应称,香港警方以情报主导,乔庄搜证的行动,只是为了更加精确打击极端核心暴徒,绝不会在此过程中做出任何违法行为。 香港警务处副处长邓炳强明确表示,鉴于过去两个月的集会游行暴力不断升级,几乎每场示威中,都有人带头故意挑起事端。 游出时的涂鸦行为道,最近两个星期频频使用砖头、汽油弹及压叉钢珠等致命武器攻击警方。 警方为更有效的止暴制乱,所以做出以情报主导的部署。 如同过往扑灭毒品罪行般,派出警员乔装成不同身份的人物,跟随示威人群进行搜证及拘捕行动。 且主要是针对一些在示威游行中使用致命武器做攻击的极端暴力示威者邓炳强强调,警方在乔装搜证行动中,绝不会做出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包括故意挑起事端、煽动群众等。 根据警方截至昨日下午的最新记录,由今年6月9日的集会游行示威开始,已拘捕约700名违法者或涉及相关违法行为者,有12名警员遭激光光伤害。 其中11日在铜锣湾区,警方共拘捕15名极端核心暴力示威者。 捡货的武器有压叉、钢珠及激光枪等,10日在黄浦区拘捕两男一女,当场捡货压叉、钢珠、折刀、铁锤、物甲及烟雾柄等。 警方指,由此可见示威者是有预谋地做出暴力行为,而非和平示威。 在12日国务院港澳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杨光再次救香港局势发声。 杨光指出,两个多月来,香港警务人员客进职守,依法履职,在指暴致乱一线表现出的专业克制,做出的重要贡献有目共睹。 香港激进示威者屡屡用,极其危险的工具攻击警员,已经构成严重暴力犯罪,并开始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 这是对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的粗暴践踏,是对香港市民生命安全的严重威胁,是对香港繁荣稳定的严重挑战。 对这样的暴力犯罪行径,必须坚决依法打击,毫不手软,毫不留情。 我们坚决支持香港警队和司法机构果断执法,严正司法,尽快将违法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